赶紧的,这都几点了,我车都停在这里半天了,说好了就几分钟来着,都等了这么久了 哎呀,你急什么急嘛,反正你这几天也没有什么事情,停在这里不是一样的吗 真是的,好了,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嗯,什么什么问题,我只不过是为了换一下轮胎而已 赶紧的吧,全部都要给我换上最好的,你懂我的意思吧,我有的是钱 对了,还有伪议,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哦,好吧,正如你们所见,现在我经营这一家汽车修理店 看来今天的第一单就是一个有钱人啊 对于这种人,我一般就是非常欢迎的,毕竟这可是白花花的钱啊 好了,就是这样的 哦,看起来不错嘛 好好好,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造型啊 真不错,好了,我今天非常开心,这些就给你吧 哦 都是哥们,不要和我客气 哦,真是太好了,第一单就这么多钱 哈哈哈哈,真不错啊 nice 嗯,我的电话,究竟是谁打的 喂,你好,请问有什么事吗 嗯? 我的车子抛锚了,现在就在警局附近 赶紧呢,赶紧叫一个拖车过来 哦 哦,原来是来生意了 没问题,我马上就来 好好好,来生意了,来生意了 真不错啊 哈哈哈哈 就在这里是吧 嘿,你们好,请问就是这辆车吗 是的,赶紧的 赶紧给我拖走吧 可恶的,真是有够慢的 嗯 呃,看来今天又接一单 这样下去,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你要好 好了,这位先生 马上帮你修好这个车子 首先让我看看这辆车的问题 呃,看上去这底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也就是说,问题出现在这里吗 啊 呃,可恶的 什么情况 为啥我刚碰到就爆炸了 呃 等等 我现在缺少了一只手臂 这可怎么办啊 我没有什么办法 等等 这个情况找我的朋友就对了 他一定会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修好的 哦 嘿,朋友朋友 赶紧给我开门啊 嗯 请问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嘿 等等 你这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我今天在修车的时候 碰见引擎盖 然后那辆车突然就爆炸了 那个客人现在还躺在那里呢 嗯 不过他好像只是晕过去了 然后我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了 呃,所以说现在你不应该是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来我这里干什么 嗯 不行 我可是要接好我的手臂的 不是去包扎伤口的 你动我的意思吧 呃,不是 我是说你垫子里面还躺着的那位 不是说你 哎 算了吧 你和我过来吧 哦 我有一个仪器 应该能够修复好你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了 你现在进去 呃,接着是什么来着 咔 好像我也要进去 他也就没弄忘记了 算了,先试一试吧 你这样整的我有点不自信了都 啊 这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又要经历一次爆炸 嘿 等等 什么鬼 为什么我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呃 卧槽 我想起来了 另一边应该放你的另一只手臂 而不是我 可恶的 这可怎么办啊 我的老天哪 啊 嘿 这可是你搞出来的 你不知道怎么解吗 我 我只是用了一次那个仪器而已 第一次是直接成功了 那我能想什么东西啊 啊 不行 我要回去 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不行 我们现在应该要再次使用一下那个道具 我可拘你的吧 听我的 我就要暴力一点解决 哦 等等 什么鬼啊 这这这 那究竟发生什么情况啊 嘿 慢着 这又是什么新魔术啊 没有见过的 呃 这个说起来有点麻烦 总之现在听我的 要是不行的话 我们再来试试别的 很好 就是这个啦 等等 你是认真的吗 这样下去我们就完蛋了 哼 不是一世怎么知道呢 你说对吧 我的朋友 好了 我要冲过去了 三 二 一 冲啊 啊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